三人就从那里起行 向索多玛观看 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 要送他们一程 耶和华说 我所要做的是 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 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所要做的是 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这显示亚伯拉罕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上帝看他为朋友 上帝愿意并主动地和亚伯拉罕分享他的想法和计划 这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和主权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 所谓没有秘密的关系 除了非常亲密的朋友外 往往是指夫妻的关系 夫妻关系 那是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 也就是两人的思想 情感 意志都是相通的 彼此是毫无阻隔 不向对方隐瞒自己的 有个儿子问父亲 老爸 我听说在非洲某些部落里 一个男人到了兴奋之夜 还不认识他的老婆 你想有可能吗 父亲回答 这很正常 全世界大部分的男人 即使结婚多年 也还不太认识自己的老婆 这倒是真的 不少夫妻已经同床共枕 好几十年 却不了解对方 为什么 有一对夫妻在一间著名的餐馆 庆祝结婚50周年纪念日 丈夫叫了好几道名贵菜 当新鲜的鱼捧上餐座时 丈夫很贴心的 窃下了鱼头 放在妻子的面前 谁晓得 他突然间掉下了眼泪 很不高兴的说 我真的不敢相信 到了今天 你还不了解我 这满头白发的先生 一脸困惑的说 鱼头 不是你向来最喜欢的吗 每回在餐座上 你都是选择吃鱼头啊 妻子说 那是因为我要把鱼肉 让给孩子们吃 不少夫妻心中充满着闷气 因为总觉得对方 应该看透他的心思 了解他的心意 却从来不坦诚地向对方表白心意 说个清楚 记得 除非你已经坦诚地告诉对方 否则绝不要说 他早该知道的 特别是女人的心思意念 不太容易捉摸 又加上男人的迟钝 往往就会造成了误会 有一对夫妻 婚姻发生了问题 丈夫找牧师帮忙 试图挽救快要决裂的婚姻 牧师建议他 你学习聆听你妻子说的每一句话 一个月后 他回复牧师 他已学会听他太太说的每一句话 牧师说 好 现在你回去试着听 你太太没有说出来的每一句话 如果要建立亲密的关系 一方必须坦诚 另一方 这要用心聆听 同样的 要学习聆听上帝的声音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你知道我的心思意念 我舌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我要向你承明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也求你借着你的道教导我 指引我当行的路 我愿像撒母耳一样说 耶和华请说 普人敬听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耶稣基督的碑 在谁ath operator上的思想 我琥珍 ste的 standards